作为各地的重点开放平台 经济开发区已经成为全省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我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着力点 不断优化创新创业软环境 同时结合产业特点和资源条件 科学定位主导产业 实现特色化 专业化 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 聚焦项目审批反映集中的难点 读点 痛点等问题 沈北新区为灰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台的 拿地急开工审批服务政策 让新盛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从取得不动产权证到办其四证一书 仅用了两个工作日 节省了近几个月的时间 使得我们项目再利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就顺利投产 也创造了一个建设以来的一个记录 项目管家方案 还为落户灰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每个项目 明确一名全程领办员 及时帮助解决项目落地投产时遇到的问题 我们让所有的项目感受到 无障碍的审批环境 无障碍的服务环境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 不断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目前 全省99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中 已有85家实行了管委会加公司模式 占总量的85.9% 大连市开展了园区法定机构改革 探索同境内外社会资本合作 共办专业化特色化的区中园 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投融资体系 根据开发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大连还在创新能力 科技含量 生态环境 资源消耗等方面 积极探索创建特色产业和特色品牌园区 我们系统整合了原有的各级各的园区 新组建了16个各级特色的产业园区 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果 引导各开发区错位竞争 协同发展 沈阳经济基础开发区是国家级开发区 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 不断拓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推动各领域企业数字化转型 今年更以新火炼网超级节点落地为契机 加速打造以数字赋能装备制造业为特色的开发区 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新建智能生产线30条 数字化车间10个 高标准智能工厂5个 上云企业突破300家 我们将全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紧密围绕产业结构优化 适应产业升级需要 全省99个省级以上开发区 今年还将加快演喻一批 主业突出 创新能力强 产业关联度大 带动能力强的头部企业 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 实现企业急剧链条延伸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 做好三篇大文章 结合各园区产业特色 发挥头部企业引领作用 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今年前两个月 全省经济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 38.9亿美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8亿元 同比增长41.3% 本台报道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